大家好,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我是宁明君 今天是4月29号,农历3月初十,星期六 新闻首先关心和宁我相关的话题 在生命的最后一里路,很多人是想待在家里面 但是住在医院安宁病房或是住在长照机构的人 却不一定有这个机会 因此不少长照机构的住民希望就地安宁 然而给予马飞缓解病痛 这需要医院派医师外出执行 加上成本等等的考量 现实面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 爷爷 今天比较清楚了 好吧 Good boy Good boy Good boy 阿公之前都会喂他 欧巴,北荣安宁病房的辅助治疗犬 他乖巧地趴着,让医护人员为病人经由按摩附检 医师及时的查房啊,循诊,药物的调整 还有我们护理师专业的这个舒适的安宁护理的照顾 经医师判定病况已不可治愈的末期病人入住医院安宁病房 照顾条件充足 不过原本就住在长照机构的住民就地安宁也很合适 来回医院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很辛苦的 让病人待在熟悉的环境善终 道理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 张时华的父亲生前是知名的拿卡西乐手 他在机构安宁期间一度病况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稳定后仍是选择回来机构 人员都认识,相处也愉快 回来看到护士他可以直接唱歌给护士听 原则上我们希望尽量减少 他可以一些不太需要的药 机构安宁,人员需接受特殊训练 并且吸手医院合作 每个月每周医护外出 诊查病情提供疗程 在很末期后面就是 我们临终前的症状的时候会去使用 那他可以抑制口水去分泌 然后他的口腔内那个感受 觉得比较好一些一些 尽管2023年2月 卫福部端出最新的机构安宁奖励方案 但法令限制缺乏诱因 业界普遍果足不前 可能会反映出一些法律上的问题 譬如说他可能没有办法执行 这个增剂的注射啊 或是止痛药物的给予 像是管制药品马飞贴片或注射 必须由医院派遣医师外出执行 另一方面 政府奖励机构达成品鉴目标 一位住民五千元 但没有任何健保补助 对医院来说 外出时间成本高 半天可能只诊查三位 比不上在诊间 收治三十位以上的病人 三年多非常习惯这边的环境 那不管是在我们急性病房 或者是在机构 或者是在病人的家里 以病人的需要为主 那病人的需要可能包括身体的需要 心理的需要 灵性的需要等等 让病人和家属做主 仍带政策和法令回应 这生命最后一里路的最终需求 接下来是火灾的消息 新北系纸一间资源回收场 昨天傍晚五点多大火 开车经过国道一号 都能够看到浓烟直冲天气 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起火点靠近国道一号 这是一间独栋铁瓶资源回收场 堆积了大量易燃物品 火势延烧迅速 冒出大量的浓烟 消防队花了一个多小时 才扑灭火势 烧毁大约一百坪 细止的慈济志工 关怀消防弟兄 壽食餐厅也紧急制作了餐盒 送到现场慰问 而智利二月野火烧毁了 17个台北市的面积 再后百倍待举 慈济志工从首都跨越了500多公里 发送灾民最需要的工具 让大家可以自己重建家园 另外也带来辅助 帮助行动不方便的灾民 大火蔓延烧毁45万公顷土地 800间房屋24个人罹难 智利中部二月野火灾区满目疮疑 慈济志工新系灾民 凌晨一点从首都圣地牙哥 开车六个半小时 抵达重灾区圣湖安纳市 虽然已经经过了好几个月 但是还是可以看到 非常的触目惊喜 志工与圣湖安纳市政府联系 了解灾民最需要的是 重建家园的工具 就带来一百份锄头 十字稿 锯子和锤子等工具 整齐排列在发放现场 许多民众协助发放作业 包括这一位失去左手臂的灾民 圈赠一事 市长专程来表达感谢 这就是我所说的 医生医院和医生医院 当我们生活一样 这么糟糕的 我们生活一样 我们想要 有希望能够建立你的梦想 有些人的抚具毁损 志工送来五台轮椅 还有二十支拐杖 这一次发放帮助了 129户家庭 志工期盼下次再来 能够看到美丽家园 大家都恢复了正常生活 加拿大通货膨胀 许多上班族荷包收水 被迫白兑领食物 以劣质文山食物银行来说 每个月造访人数增加到了 2400人 是往年的两倍 北多伦多的慈激志工捐赠物资 满足食物银行的需求 加拿大消费物价指数 从去年8月的8.1% 下降到今年3月的4.3% 但粮食通膨居高不下 仍保持在10% 餐餐自己料理的大学生 最有感受 之前疫情开始的时候 平常有4.25元 现在有6.58元 是比30%增加了 这会有很多压力 跟我的购物与其他东西 加拿大 民众荷包紧缩 寻求外界援助的人数也增加 加拿大慈激志工多年来 定期捐赠物资 给列治文山食物银行 也发现每个月领取食物的居民 已经达到近2400位 相较于两年前 新冠肺炎疫情时 多了快两倍 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 都是有心接息 但却买不起食物 物价通膨严重 志工也很有感 采购食物的金额 增加到快一倍 但依旧坚持 供给的物资 只增量不减量 此季是食物银行最有力的后盾 这次的捐赠 经理还送来一个大惊喜 结合彼此的力量 也为弱势的族群 增填面对困境的勇气 大海新闻之三美志工 曾月群 黄淑芳 加拿大报道 马来西亚几打居邻的慈激志工 首次举办无肉市集 让大家知道 原来素食这么好吃 慈激志工举办无肉市集 大家从四面八方过来帮忙 一起推广素食 我们都来自高屋 北海 槟城 还有丹文 所以我们实际 你看那个合合物学 人的力量 原来都是这么的美 市集还安排手作曲和游戏区 歌唱 鼓道 宛如嘉年华会 很希望慈激可以多办这样子的活动 又可以提唱 让众生多吃素 然后减少那个杀杀 而且对我们的环境 也是一个很好的影响 四姐们带动 还有老菩萨 共唱 共献 手语 唱歌 都非常好 让我妈妈十分的欢心 我慈激志工 他们非常发心 出来帮忙 所以让大家感觉到是很温馨 也是很舒服 无肉市集 仇募的善款 全数捐给慈激慈善置业 救助苦难人 大海新闻 真山美之工 翁立燕 王明利 马来西亚报道 焦点回到台湾来关心天气 今天天气要转变了 上半天多云道晴 感受温热 气象区还针对南高平地区 发布高温资讯黄色灯号 也就是可能超过36度 非常炎热 而下午云量增加 晚上到明天 方便通过 加上东北季风增强 从北部开始到中南部 逐渐转为下雨的天气 其中北台湾降雨最明显 而南部的降雨 主要在山区 东半部则需要 严防雷震雨 至于空气品质预报方面 今天中南部空气品质较差 都是橘色提醒的等级 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 下午火 下段新闻关心的是 泰国最近高温飙迫了40度 中部大城府一处垃圾掩埋场 起火燃烧已经烧了三天 浓烟密布 休息三分钟 马上回到新闻现场 别有一呼吸单单 就能扬入虎口 手机 毛虎也能回头 当我坐在船窗边 朝和尚望去的时候 突然一片骚乱 原来是船上厨房 逃脱了一只家禽 正狂乱地朝对岸逃去 无情的追击者 抓住他的脖子 兴高采烈地将他带了回来 我告诉厨子 我的餐食 什么肉都不要了 如果我们虚心承认 人类不是唯一具有个性 不是唯一能体验喜悦悲伤 痛苦绝望的动物 我们就不会高傲地将剥夺动物生命 视为理所当然 我们吃的肉 是恐惧 痛苦 死亡的结果 我从此不再吃肉 可以跟我做朋友吗 可以带我回家吗 请告诉您的孩子 葡萄长在树上 但香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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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告别荣毛盈雪 就不应吃肉才对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 闻其生不忍拾其肉 好 回到新闻现场 继续是早安读报单元 带您掌握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首先看到联合报 主机总处公布 今年第一季的GDP 负3.02% 是近14年来新低 全球需求疲软 出口严重衰退 内需民间消费强劲 但目前的景气是外冷内温 再来看到BBC 天主教教中方济各 首度访问匈牙利 他在几周前才出院身体虚弱 这一次的出访只会在首都布达佩斯停留 而教中将与乌克兰的难民见面 表达对俄乌战争的关系 再来看到CNN 研究发现300多年来 大象在亚洲的七地 失去了将近三分之二 这是人类不断砍树 开垦的恶果 栖息地丧失 增加大象与人类发生冲突的几率 前年云南就发生了一群大象 践踏农田的状况 损失超过了100万美元 再来关心其他的国际消息 印尼一艘搭载了74个人的渡轮 在离开苏门达拉岛 廖内省一个港口 航行大约三个小时候 翻覆沉默 11个人死亡 大多数是妇女和小孩 还有一个人失踪 其他62个人则失幸运获救 获救的人躺在地上 许多人在波涛汹涌的海水中 漂流好几个小时 失去了知觉 最遭残原本是要前往 200公里外的明丹岛最大城市 丹戎冰榔 船上的人大多刚刚参加完 开斋节的庆祝活动 意外的原因还需要调查 有幸存者表示 当时撞到了一根大圆木 摇晃后就翻船了 泰国最近的气温飙迫了40度 中部大城府一处垃圾掩埋场 起火燃烧 已经烧了三天 浓烟威胁居民的健康 正正白烟网上产生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烟雾弥漫 5800多户家庭受到影响 官员估计 由于堆积大量垃圾 加上天气太热 火事还需要五天才能控制住 像打火等等危险工作以后 可能有机器人投入 减少人命伤亡 机器人的应用真的是越来越广 瑞士有一家保安公司 有一名机器人的警卫 名字叫做亚胜托 他能做的事情很多 包括了穿越雪地 上下楼梯 还有及时的侦测异账 回报控制中心 人类离开不满垃圾的地球 留下孤独的扫地机器人瓦丽 可爱模样曾吸引不少忠实粉丝 来到电影播出15年后的今天 眼前熟悉身影 他不扫地 反而当其警卫 Centro发展机器和技术 可以用于外地安全保护 Centro的搜索 巨大外地区 例如资料中心 工具或製造工具 和安全公司 我们提供了 全能安全保护 这名机器人警卫亚胜托 在瑞士一家保安公司任职 已超过半年 别看他外表可爱 小小头部除了设有全景摄影机 还装有感应器与人工智慧系统 身边的一举一动 都能被侦测得到 巡视场地的重责大任 如今有了最佳助手 我们选择去安全市场 因为这是一个地方 很难找到人 他们必须工作长时间 而且他们必须工作 在每个风格的状况 我们的工具 能够让这些保护生命 更容易 上楼梯 入丛林 各种严峻地形都难不倒他 还能巧妙避开障碍物 科幻电影里的场景 不再遥不可及 人类与科技互相合作 未来能奉出什么样的火花 只日可待 带新闻王家正电一 很多人喜欢吃薯条 认为可以解压 不过记得要适量 因为国外研究发现 常吃炸物 吃炸薯条更容易忧虑 医师认为 这是因为食物经过高温油炸 会出现化学的物质 影响脑部的运作 走进素食店 难以抵挡薯条魅力 不论男女老少 打开餐点 薯条可说是里面的标准配备 喜欢吃薯条 脆脆的 内暖 外脆 它做的必选项 炸物本身的话 因为都是有主嚼性 就是你感觉上吃起来 很脆口 很爽口 那我们有研究是这样子 你主嚼这个本身 就能够刺激大脑 来刺激释放血清素 那血清素 就是我们讲的百油解 这种快乐的元素 尤其刚炸出炉 口感特别好 吃下去心情愉悦 但现在却有国外研究观察到 常吃炸物的人 焦虑和忧郁风险 分别会增加12%和7% 炸物因为刺激性强 所以里面的分泌的一些 类似致癌的东西 或者是合成的物质 可能本身就会刺激 大脑的神经反应 就会比较剧烈 所以你在吃当下 可能是真的心情很好 但吃完之后 可能那些发炎因子 或者那些自然因子 还没有排除掉的时候 你可能相对而言 情绪的感受 就会比较低落 那焦虑感反而会来得更强烈 研究还意外发现 炸薯条更使人忧郁 罹患忧郁症风险 比吃炸鸡高出2% 而这原因是薯条经过高温油炸 会产生化学物质 丙溪溪氨 丙溪溪氨其实都是碳水化合物 在高度烹煮的情况下 所产生的一个化学物质 那这个化学物质 在动物的实验里面 其实有被证实 它具有神经毒性 但是动物的实验里面 大部分看到的是 指末梢神经的病变 医师认为 虽然丙溪溪胺 具有神经毒性 但目前还没有被证实 会影响中枢神经 引发情绪大脑变化 不过杂物本身 就属不健康食物 无论是否会忧郁 都该少吃伟妙 大约新闻林一婷邓映中 台北报导 油炸的食物少吃为妙 但是水果可以多吃那么一点点 今年凤梨盛产 果件伤农 加上缺水导致品质不好 外销受到了限制 农粮薯就透过各种方式 减少农民损失 凤梨破盘价没有最低 只有更低 我没有放到这么便宜 我甚至有些人要讲说 一颗十块钱 一斤差不多六块钱 那这一颗就是差不多多少 差不多在12块至15块左右 我们自己装自己削 也没有办法 舍不得心血白费 果农兼销售 受气候影响 今年凤梨早熟 产季全撞在一起 抢工收成 赶送北农根外销 但受缺水苦 NG果一堆 植株它也太久没有下雨的关系 也会导致一些细菌的原生 都是好好的 远远但是一削的话就不行 这个就是有被细菌感染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原本是好的 然后这边凹下去 这个就是因为太久没有下雨 没有下雨会产生牙虫 太阳很大 然后它红很快 很多人都不想收了 整个原本都放弃了 就是因为太红了 卖相不好的 连进加工厂也要排队 跟去年 跟今年来比的话 其实我们的量能 大概是多出1.5倍 销成块状卖给果汁店 或是做成果干果酱 发挥最大作用 发酵那个真的就没有办法 有可能是它曝晒过久 对 就是有的时候是有酒味 在这几年来 我们也开始在推广一些新的品种 这个因为是产期的不一样 也教农民怎么样去做这个管理措施的 错开凤梨产季 晚就失衡的产销 现在全台旧凤梨 不让农民整年薪力 白白流失 大爱新闻离家新王昭中 高雄屏东综合报导 很多人有像这样的中广身材 代表内脏的脂肪过多 这可能会引起全身的 心存带性障碍 还增加肝癌的风险 56岁的郑先生 一年多前动了胃缩小手术 成功减重40多公斤 三高指数回到正常值 这是比较轻盈 精神也比较好 但一旁的太太 还是忍不住吐槽先生 那时候的肚子就看到 就像圣诞老公公一样 就肚子很大 看看之前他的生活照 肚子超级大 典型的中广身材 内脏脂肪 它本身就是一个 发炎性的物质 它会造成我们血管硬化 血管硬化会导致 心血管三高疾病 如果堆积在内脏 像是胰脏 就会有糖尿病风险 堆积在肝脏 会有癌变的几率 很多人 它本身没有V型肝炎 细型肝炎 它脂肪肝很严重的时候 它甚至会造成肝的纤维化 可能会得到感染 透过抽脂 没有办法直接把内脏脂肪抽掉 只能藉由饮食热量控制和运动 国健署提醒男性腰围超过90公分 女性腰围超过80公分 就是危险讯号 为了健康腰围尺寸 得要蜘蛛比较 大爱新闻 江林军过激中 台中报道 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大爱早安新闻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孩子看世界 我是宁明君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